兄弟,我用了Roll 其實也有兩三年 有幾樣東西都是值得贊的 例如它的收音很好 距離很好,即是收音的距離很好 另外,它不會那麼容易跳頻道 遇到這些情況很少 譬如說你用一個音頻 你一邊錄音的時候 但是有些牌子是不停跳頻道的 令到你的音頻很不穩定 聽起來的聲音很奇怪 但是我也有幾樣東西 我是很不滿意,很討厭的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配件 譬如這些線 不論是USB-C,或者是燃燈那些 它都是很貴的 而且它是要你逐件逐件去買 正常買的話,其實我覺得很不划算 而且好像被它冤枉的感覺 因為其他牌子的,它有很多線 或者很多搭配器都會跟著 另外一件事就是 它的固件更新 我覺得是很不穩定 甚至基本上差不多沒有 我用了大概兩三年左右 好像基本上是一、兩次更新 其他都是完全沒有更新的 用了幾年,一、兩次更新? 那你是否完全沒有Bug呢? 是否完全一點都不需要更新呢? 那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它好像支持得不太好 很不負責任 第三就是它的價錢很貴 譬如說你Roll這些 你和其他牌子 至少都差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甚至有一次更高 雖然你收音很好,音質很好 但是如果你價錢這麼高 配件又這麼貴的話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貪得到 所以這件事也是我很不喜歡的 另外一人最不喜歡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APP 它的APP 基本上完全是用不了的 譬如說手機也好,iPad也好 無論你插線也好,更新更新的東西也好 它完全是不成功的 它永遠停留在這個狀態 你每次都要把它連接到MacBook 或者PC 但是你不是經常更新的 更新最多的就是iPad和iPhone 如果你這個APP也做得不好 那你怎樣去過音頻呢?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只帶一個這些出街 一個這些去錄音 你未必會去帶一個Receiver 你只帶一個的時候 它的音軌如何抽出來呢? 你又要連接MacBook或者PC 如果你出得遠一點的地方 你帶一個iPhone和iPad 是方便很多 我把音軌配上影片 但是永遠不行 這個APP已經是一兩年 都已經停留在這個狀態 很多負評 我不知道它怎麼搞 因為這個也是我轉MacBook的原因 其實我不想轉的 不過沒辦法 現在這個是跟著一個袋 裡面是跟著一份說明書 那就沒什麼 看看裡面有什麼 希望這個不會令我失望 這個盒子後面有一個USB-C的充電 感覺挺磨砂的 這是一個按鍵會開的充電盒 你一開 它已經看到了所有的資訊 可以放在這裡 是不是 很小一個 如果你說跟Roll的比較 明顯是小一節 是不是 還有這個有一個磁石 如果有些衣服 你夾不到的 很小 很小 你可以用磁石來吸住 這裡有 發掣 這裡也有USB-C的接播 這裡也會跟著一些遮風罩 遮風罩 很簡單 這裡有一個插槽 這裡有一個插槽 插槽 這裡有插槽 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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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可以了 就簡單 Roll Roll 你要對折口 然後再扭 我覺得這個就麻煩 這個就簡單很多 但是毛毛就好像 嘩 脫毛 OK 另外看看它還有什麼 配件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 配件 它跟著給你 對吧 其實說真的 因為不是很貴 你跟著給別人 別人又用得簡單 開心 不用煩 另外 這個就是那個 接收器 這個扭 這個扭 可以選擇這個選擇 選擇得更容易 更方便 都是觸碰的 這個可以碰的 這個可以碰的 這個有些腳在這裡 可以配USB-C 又或者 燃燼這些 譬如說我的手機是用燃燼的 不知會不會插到 因為我有個套 在這裡 看看行不行 不錯 OK 還有插得很實 這個很輕 應該不會影響到 如果你用一些平衡桿 的時候 它不會影響到它的平衡 另外 也可以看看 就是這樣 這個充電可以充18小時 每一次可以用6小時 如果我們就這樣 你說我不用接收器 就這樣拿著這個 錄音的話 你也可以很輕鬆 在APP裡抽音軌出來 夾在影片裡 這個就比攝影機簡單很多 這個攝影機我決定放棄 這個簡單的開箱 希望可以帶到一些資訊給大家 更加了解 現在DJI的質素已經很好 比如說 這些規格的參數 或者是試音等等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沒問題的 完全的質素也很好 你可以看看 有些人已經拍了一些影片 也不再詳細介紹了 只不過我拍這條影片 就想告訴大家 我對Rode有多失望 而轉頭DJI的原因就是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裡 喜歡我這些影片的話 點贊訂閱分享 介紹給朋友 如果不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也可以推薦給你售家